看豬安抓青 台東四三天 裡面就發生兩件請求案 有哪兒做成一世一生 他們記說這個豬安很賣的志祭 台東市經教在晚上宣布 說開動一禮拜抓青的專案 報名有哪兒在台東台立 來抓到這個洗車場的請求案 會是苦惡的嫌患 宣布報案 近方親身跟人阿德回來分教 二十六號報名在台東台立中心 路洗車場發生的請求案 三十一歲的苦情主陷開青 將衛生男主倒邊的大腿打到胸 之後開車下南倒到冰凍 警方表示憲法醫師救世風頭已經過了 在同一天晚上十一點 倒回來台東拜廟 結果抓一路對條條的警察 直接帶報 找到一支該做的情 提到案 同時在他身上起訴一支改造貝瑞塔 手槍 台東三天一來發生兩項請進案 其中探註滷味道的主陷也還找不到 他們起了國界的質疑 地安百壞 警察叫二十六號 晚上是客棟 色情專案 局長蔡昌博是清新 桌上指揮 擴大一項六檢 還會對地安項所 頂開國共度的林檢 警方表示 總共是查到兩項獨屁案 十六名通急犯 十四名十犯 公共避陷罪 修情專案會起訴一禮拜 另外台地親急犯的苦行主犯 會以行犯殺人未遂 違反槍包彈藥倒謝關節條類 除重渡過罪 以上台東地檢測進班 記者台東報讀